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决定辞去工作 开办训练公司 推广如何安全使用这类逮捕工具 因为速度 尤其是年轻人 我认为他们有时候是赶时间 然后我看有些其实他们会有一点点比较习惯 所以我就希望能作为社会一部分 我希望能帮忙教导他们 教导他们对的运作方式还有安全测试 他说悬浮滑板和电动单轮车讲究平衡 因此使用者也会避免和行人碰撞 而有些骑士也会主动携带铃铛 在有必要的时候发出响声提醒行人 我每次经常看到行人走过来的时候 都看着手机 我讲了好多声 叨了很多次 还是看着手机 不是手机就是耳机 那个耳机就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我就认为这个本身是个很危险的事情 不过公路安全理事会成员傅启斌认为 高速度的使用者应该让路给低速度的行人 交通警察的数据显示 去年一共有17名脚踏车骑士在意外中丧命 比前年的15名还要多 涉及电动脚踏车的公路意外 已从前年的6起增加到去年的27起 其中有一部分的电动脚踏车是经过非法改装的 电动脚踏车业者表示 一些骑士要求改装是为了增加车速 以寻求快感或节省力气 这个就是它的速度 因为路管局的条例 你一定要用脚去骑那个脚踏车 它才会 那个电量才会帮助你 而且你看到外面那些没用脚踩的话 它们是用直接转把转的话 那些是违法改装的 它们都会改转把 然后就把那个电机电量这些 给它跑得更快 跑到40或70公里的速度 目前本地的电动脚踏车是不需要注册的 一旦发生意外 要追查车主的资料有一定的难度 为了方便取缔违法改装的行为 活跃通行咨询小组也建议 电动脚踏车日后必须向当局注册 业者表示 本地有那么多辆电动脚踏车 要为每一辆注册有它的难度 除了注册电动脚踏车 应该如何加强执法 确保行人和骑士都遵守条规 这个是人为的问题 你怎样去控制它 它也是不中手 也是一样 最好是说政府就贴个告示在它那边 好像是你们大脚车的人要保护那些小孩子 看那些小孩子走过的时候 我们要让路 要安全一点 在我们的什么CC这些 可以给我们一些传单 这些宣传给我们就是说要怎样走 淡宾尼是本地第一个脚踏车市镇 当局在2007年在那里展开试验性建画 让脚踏车骑士骑上人行道 以探讨行人和骑士共用人行道的可行性 市镇有一群义务巡察员 每个星期都会在区内巡逻一次 教育居民如何安全地共用人行道 这群义务巡察员也在过去十年 取缔了不少鲁莽驾驶的骑士 通过十年我们看到一些改变 但仍然花了很多时间 让人们改变的设计 其中一个挑战我们遇见是 派遇车骑士 我们看到两个团队 免得年轻人和外伙工作人员 为了做这件事 我们发生了一件事是使用噓声 当时我们看到这些人 噓声声给掌声 然后他们会继续 陸交局表示 接下来将推出的活跃通行巡逻计划 将会以淡宾尼市政的模式去进行 并且推广到不同的社区 此外 当局也会成立一个专门执法小组 加强取缔行动 这些咨询人员会跟交警 也会跟国家公园局一起携手 到各区去巡逻 特别是那些行人量比较高的地方 这些执法人员都会带着测速枪 所以他们会以这些器材来测量 这些脚踏车骑士的施数 除了加强执法 陸交局也计划通过公众教育 提高行人和骑士的安全意识 加深他们对新条例的了解 专家认为 在有效执法和教育公众的当二 也必须考虑到共用空间的问题 可能在一个新城区 在设计的时候 要考虑到这个骑士跟脚踏车 跟电子代步工具的 共用的空间问题 比如在设计那个公园的时候 在设计道路的时候 在设计人心道的时候 要考虑到各方面的续用 的利用情况 目前的设计已经定型了 就要改就很难了 陸交局表示 接下来将会继续改善基础设施 并且在2030年以前 建设700公里的脚踏车专用道 从而实现未来减少用车的运景 但这也需要多方面的配合才行 培养这种多为他人着想的这种文化 是需要时间的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 所以我们也知道 在这过程中一定会有一些摩擦 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 但是我们真的是希望 国人能给我们一点点时间 也能跟我们一起携手合作 鼓励活跃通勤 意味着各种个人代步工具的盛行 共用人行道也在所难免 制定明确的挑规和行为准则固然重要 不过人行道上的安全和谐 还是取决于使用者的公民意识 只有遵守规则 互相礼让 才能在有限的空间里和平共处 前线追踪 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 发表意见和看法 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 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 你也可以到八频道 新闻及时事节目的网站 重温节目和观看独家视频 中文字幕 农先生